各位学员大家好,我们现在来进入13.3 这13.3呢,就是我们来看看Iterator这个Pattern 那么怎么样子应用在Android的框架当中 也就是以Android框架当成是一个范例 然后来看看Iterator的模式 怎么在这里呢 发挥它的美感以及它的效益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个范例 这个范例呢,就是以SQLite Database为例子 在Android里头呢,有一个叫Content Provider这个抽象类 它是四大组件之一 一个是Activity,一个是Service,一个是Blockcast Receiver 第四个就是Content Provider 它是用来存取这个像数据库这样的一个共通的一个接口 也就是抽象的一个共通的类 那Client类呢,通常呢,会调用Content Provider所提供的这样的一个Curie函数来查询这个数据库 那查询之后,会再用这个Cursor来做浏览 所以呢,这个Client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Client呢,是在这个地方 那Client第一个动作呢,它会来取得这一个Concrete的CP 它会来取得TiGate 那这个Gate呢,它是透过Android的这个框架 Android的来取得这一个 那取得这个CP的对象之后呢 来启动这个CP之后 它就会来call它,就走这一条 它会call它的Curie 那这个Curie呢,它是一个抽象函数 它会倒过来call这个Curie OK 那这个Curie呢,它就会来这一个Open 这不一定是New 就是Open这一个Database 然后呢,Open完毕之后呢,它会再做这一个 查询的动作 就是发这一个SQL的Stainment 来做查询的动作 那查询到的时候呢,它会把这个查询的结果呢 放在这个里头一个Table 我们一般称为叫RedoutSet 就是结果的这一个Table 好啦,它查询到的时候放在这个Table 然后呢,会去New 一个,这一个 这有时候呢,不一定是它New的 有时候是由它来New的 OK 然后New呢,去New一个这个Iterator 那在Android里头呢,它是用这个名字叫Cursor Cursor OK 那这个可以讲叫ConcreteCursor也可以 看你名字怎么取 OK 然后呢,这里呢,它就可以有个指针指向这个RedoutSet 那么 这是第一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呢 Client 透过这个ContentProvider 来做查询的动作 查询Database 查询的结果放在这个Table上 那第二个动作呢 就是 我在讲第一个动作就是从这边Cursor 过来 过来 然后Get到 这一个 查询到的结果放在这个Table 然后呢 再来New一个Cursor ConcreteCursor 的这个对象 那这个对象有个指针指向这一个Table 然后呢 这个Cursor就执行完毕啦 就把这一个Cursor的这个接口 ConcreteCursor这个接口呢 传回来给Client 所以Client呢 就可以指向这个接口 就可以进行第二项动作了 就透过这个Cursor的接口呢 来调用它的函数 比如说MoveFirst MoveToNext 那这些都会实现在这里 因为这个接口里头都是抽象函数 所以呢 Move呢 等等 这些函数都会写在这里 所以它就会往下调用 调用的时候 它就来浏览 这一个 我们刚刚查询到的结果 这个Table 然后它就把这个查询到的每一笔呢 把它送回来 送回来 送回到Client 所以Client就看到了 这个Database里头的 数据的内容了 OK 所以这一个Tool呢 的用意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查询出来的结果呢 不是一笔数据 而是一堆 所以呢 它会把它放在这里 会放在一个Table 放在一个Table里头 那这个Table呢 它是结果 所以又称为 ResultSet 就是 把结果放在这个Set里头 也就是一个Table ResultSet OK 所以呢 它传回来的 并不是数据 而是 这一个对象的 这个Cursor接口的参考 那这个Cursor接口呢 就相当于呢 在 这个Gun of 4 的这一个 Iterator的模式里头的 这个Iterator抽象类 OK 然后呢 这个Cursor 这个Cursor 在利用 调用这个Cursor的 Move to First 等等的函数 去浏览 我们查询出来的 那一堆数据 OK 那我们现在 就来看看 我们这个例子呢 是查询了之后 再由Cursor去浏览 我们就把个比数据呢 把它呈现在UI上 呈现在UI上 这查询出来的结果 所以我们就要去 Create 就要去撰写呢 这个两个类 就撰写这个 因为这个Database 已经 Cursor已经有了 已经有了 所以我们要写的是 这一个类 这个ConcreteCP 这个已经有了 然后呢 再写一个Cline 这Cursor已经有了 OK 好 那我们 就来 看看这个代码怎么写 所以首先呢 要来 写这个ConcreteCP 那ConcreteCP呢 一开始先 把这个数据呢 Database 先建起来做测试用 接下来呢 就是 oncreate的时候呢 就是把这个Database 打开 这OpenDatabase 然后 接下来呢 它就 有一个Cure 这个Cure 就是 这一个 这一个 我们现在谈的Cure 就是 这一个 那这个Cure 是谁来调用呢 是这一个Cline 透过它来调用的 Cline 透过它来调用的 OK OK 好 那我们现在 在说明这个Cure 的部分 所以 它在进行做Cure 的时候 做Cure 的时候呢 它先取得这个Database 叫ReadableDatabase 叫ReadableDatabase 这就是我们的Db 取得Db 然后呢 去CodeDb的Cure CodeDb的Cure 那在这个时间点 它会去逆入一个Concrete 一个Cursor 就把它的接口传回来 再把它传回给Cline 这样子 这就是 那个Cure 的做法 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Cline 倒过来看 我们现在看Cline怎么做呢 Cline第一个动作呢 就是 GetContentResolver 这是Android的 一个取得Database 的一个 函数 因为 我们的 在Android里头呢 这个ContentProvider 这个G类 可以有很多子类 可以有很多子类 所以有很多来实现它 但是要选择哪一个 我们就是GetContentResolve 这个就可以取得其中的 一个特定条件的这个Db 然后呢 取得之后 就可以Code它的Cure Code它的Cure 它的Cure 就是Code到这里来咯 就是刚刚看到的这个地方 就是Code到这里来 所以呢 Code它的Cure 然后呢 它就真正去查询 查询之后 把Cursor传回去 所以呢 这个Cursor要传回来啦 你看Cursor在这里 Cursor传回来啦 传回来之后 就可以透过这个Cursor 去MoveToFirst 还有问它 还有问它 这是不是 Is it up to last OK 等等的 然后呢 还有MoveToNext 都是针对这个Cursor 这样子可以浏览 这个结果啦 所以呢 我们就大功告成咯 所以在这个Concred CP 里头的Cure 啊 就是有这样子的 先抓DV 然后呢 真正到DV做查询 查询之后呢 就传回来Cursor 啊 这样子 啊 所以这个CodeLite database 哪里头一个Cure 的函数 就是这个 啊 就是这个函数 这个时候呢 啊 CodeLite database 内部呢 会创建 啊 创建一个这个 Concred Iterator 的对象 并且传回它的 Cursor接口 所以传回这里 然后将参考值呢 放在C里头 然后 C就代表了这个 Concred Iterator 的对象咯 最后再将这个 传回器给Kine 那 这就是Iterator 模式的 一个 很标准的示范咯 那Iterator呢 就表现在 啊 这一个 表现在 啊 这一个 啊 可舍上 啊 可舍上 好 那我们现在 继续来看这个 范例2 范例2呢 我们要做更大的动作 好 更大的动作 啊 因为 我们看到了一个 啊 有 非常 有价值的东西 就是再回来看这个图 啊 在这个地方 啊 你会看到 这个Kine 有两个动作 一个1 一个2 这两 这一个动作用的是 这一个通用性的接口 啊 用的是这个通用性的接口 这边 2的话 用的是这边的通用性的接口 因为 Cursor是一个Android定义的 一个通用性的接口 ContentProvider 也是一个通用性的class 提供的通用性的接口 所以这个Kine呢 都没有用到底下的 啊 尤其没有用到它的 函数 因为它函数 全部被包装在这里头了 啊 不是 它的函数呢 嗯 就是没有用到它的函数 它的函数被包装在这里头了 所以呢 这一个跟它 是独立的 啊 也就是说 它 这个CQD database呢 目前有高度的 啊 绸缓性 高度的变动自由度 OK 那么 你怎么看得出来它很高度呢 或者是实证一下嘛 所以我现在就来 帮你实证 我把整颗的CQD database呢 把它换掉 换成了 啊 这一个原来苏联的 这个Linter database 啊 整个把它换掉 现在这个Linter已经 啊 被日本买走了 被日本买走了 所以是日本的产品 好 那我们现在 就来 啊 看看这个Linter 啊 那你也知道我的目的 啊 这是我写的 一个 啊 把Linter 那放进Android的平台里头 那就是以Linter为例子 啊 那你也知道我这Linter就是要来取代 CQLite的 所以上一节首集的这个CQLite database呢 是Android原来就提供的数据库 啊 所以呢 所以呢 它里头已经含有 这个Concrete 啊 Iterator 这个类的定义 啊 再定义在CQLite DB里头 所以当我们写这Concrete DB的CP的时候呢 不必再定义一个 Concrete Iterator这个类 但是在下面的换例里头呢 我们将用外来的数据库 它没有提供这个相对应的Iterator的体系 啊 相关的类别呢 所以呢 我们自己呢 要再写Counted Provider的类类 而且还要定义一个Concrete的Iterator的类 好 那 在本翻例里头呢 我们就称为Linter Cursor 好 所以必须提供Cursor的接口 所以在这里 我们准备要来 啊 这一个 啊 这个引用Linter database 但是我们自己要写这个类 要写这个类 而且还要写这个类 对不对 这是我们要去写的 那 这个类支援Cursor OK 好 那也就是 它的动作都一样 Cline Core Curie Core这个 然后它再 Core Curie 把结果呢 放在这里 把结果放在这里 好 取了结果之后呢 由它来New它 啊 New出这个对象 再把对象的指针 啊 指标 传来给Cline 所以Cline就可以从这里抠下来 啊 抠到这里来了 OK 可以来查询这个db 所以这个整个动作呢 啊 通通是一样的 只是 差在于说 我把这一个 啊 Linter 这个database引擎把它换掉 因为 它实际上 表现得非常好 就是有筹换性 有独立性 所以 所以Cline呢 调用 ContentProvider 的Core的时候 会 反向调用 就是这里 会反向调用 到这个 啊 db p provider的Core 就这里 然后这个Core呢 它就查询了这个结果 然后 会在New 一个Linter Cursor 的对象 会在New 这个对象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是它等于是提供了Cursor的JCO 所以Cline呢 可以调用这个JCO里头的 move to first 等等函数 那也就是调用到Linter 啊 Cursor里头的move 啊 就是在谈 其实呢 啊 这边就是调用到这里的 啊 调用到这里 然后它来存取db 啊 啊 然后再存取这个database的数据 啊 就这样子 啊 现在我们来写一个 程序代码呢 来实现 啊 这一个这样的JCO 那重点呢 是在这个Linter Cursor 啊 这一个类里头 那我们 在这里呢 啊 也提供了 啊 这一个一开始提供的主画面 问User说 你要查询还是要新增 好 那如果按了是查询呢 他就把目前数据库里头的 两笔资料把它显示出来 那么现在 我们就来看看这个代码咯 好 现在看看这个代码 好 那我们从AC01开始看好了 好 所以我们先从EY开始看 好 那这一个 一开始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是把它 因为准备做这个List Box 你看这里 这一开始是一个选项 这是一个List View List View OK 所以我们一开始呢 要来准备这个ArrayList ArrayList OK 好 那这个目的做什么 他是 就是要来这个Insert呢 这个Database的 Insert 然后 不是Insert 在这一个List View上面 所以你看 这有 嗯 嗯 因为目前的GIS呢 目前这个就是List Activity 所以他本身就是一个List Box 的 的条件 OK 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呢 他只要 把这个自己 放进去就可以了 什么把自己放进去呢 现在产生一个ArrayList 产生ArrayList OK 然后呢 把这一个几个 三个 三个选项 都把它加进去 把它加进去 然后呢 那这个 啊 就 用一个SimpleAdapter 来产生 啊 这个List Box 产生个List View OK 这没有问题 这没有问题 OK 好 那我们就继续 啊 来看哦 那这个时候 就给User 来选择咯 那User 选下 List Box 里头的 Item 他就会来 啊 执行这一边 那这边呢 啊 如果你按 Curie 按Curie 那么他就 会把这个 StartActivity 会call他 好这个时候呢 就会去执行 DisplayActivity 咯 会把 Activity DisplayActivity 把它启动咯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 DisplayActivity 好 当他按查询的时候 就进来这里 DepayActivity 那进来的时候呢 首先 首先第一个动作 先取得 啊 这个Content Provider 就是透过Gate ContentResolver 啊 去 抓到这一个 啊 ContentProvider 然后 call他的Curing 然后呢 他就 call到 这一个 Concrete的 啊 啊 cp 然后再call进去Db 所以呢 就传回来一个Cursor 有没有 啊 传回来Cursor之后呢 就可以move to first 等等的浏览啦 所以 一样的道理 啊 在这里呢 我们都是一样 要GetContentResolver 然后 取得Cursor OK 只是这个时候呢 它是New的 啊 我们再来看看 啊 这个是 啊 谁在做的 所以 我们现在看 DataProvider 我们来看一下 啊 DataProvider 啊 刚刚是显示UI的 那现在是 啊 这个DataProvider DataProvider呢 它主要是做 啊 真正的实现 这一个Database的查询 在这里 啊 它实现的查询 那这个查询呢 是直接查询到 这一个DataBase的Connection 啊 查询到这个Connection OK 啊 这里是 GetLint的Connection 啊 所以它 啊 第一个Curie 那Curie之后呢 透过Connection 实际上到DataBase去做 啊 这个查询的动作 所以Statement的Execute Curie 就是Select from Where 所以呢 这个时候 把查询的结果 放在RedoutSet里头 啊 放在RedoutSet里头 啊 啊 那这个时候呢 就把这个 啊 你看New一个Lint Cursor 这个时候呢 New一个Lint Cursor 把它的Cursor接口传回来 就传到开去了 所以 在这一个啊 动作里头呢 它是New一个Lint Cursor 啊 就是刚刚这里所看到的 啊 在这里 啊 他必须要先New一个Cursor 啊 要另一个Cursor 在这里 DataProvider呢 啊 那他查询的结果之后 会去New一个Lint Cursor 啊 然后呢 会把这个的 啊 这一口把它传回来给Cline OK 把它传回来给Cline 啊 所以呢 我们就 来继续看下去咯 好 那刚刚是 看到这一个尾巴咯 啊 啊 啊 那我们就来看看 这个 啊 啊 例子咯 GET RESOLVER 呢 就要求Android 寻找适当的 ContentProvider 那目前呢 就是指提供一个DataProvider 所以呢 那他就会 取得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 这个 一个对象 然后我们 他就可以调用Insert 或者Cury 好 那A AC0E沒有出现任何DataProvider的名字 啊 也就是说DataProvider 被 啊 被这个ContentProvider的接口 把他 把他掩盖住了 所以这里头是可以变动的 可以是 啊 複杂都变的 啊 所以不限制 啊 任何的对象来服务 啊 那这个时候Android呢 他就发挥的功能 啊 让这个AC0E 啊 Cline 跟着DataProvider呢 变成一个loosecoupling 啊 因此呢 让Lint组件更有抽换性 同样的 DisplayActivity也是透过ContentProvider 来以这个Lint沟通的 所以DisplayActivity也不会出现这个DataProvider的名字 啊 因此创造了 啊 这个 啊 应用程序 啊 以这个DataProvider成为书结合了哦 啊 维持了 Lint的这个组件 的高度抽换性 OK 那这个部分就是刚刚看到的 啊 这个部分就真正 在执行 啊 这一个做查询的动作 啊 但是也不是他执行的 其实是 Concrete的ContentProvider在执行的 OK 这里只是 啊 把他 那一个Cursor的JCO拿出来而已 好 那我们就 啊 继续往下看哦 这刚刚看过了哦 哦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定义这个Lint Cursor 啊 你看Lint Cursor Implement Cursor OK 然后呢 因为这个是 这个是Android定义的 所以他定义了很多函数 所以在这个类里头呢 对这个抽象函数要一个一个去把它补起来 啊 要把第一个部分要补起来 OK 那这样的 啊 Cursor才完整的 OK 好 那我们最后 做个Solving咯 在Cursor的 啊 在这个Curie 就是DataProvider里头的Curie 是真正的 是真正的去用Database的Connection 真正的去查询 OK 那查询的结果呢 是放在DataProvider里头 之后 再来New Lint Cursor 啊 Lint Cursor 然后把RedactSet放进去 那这就 得出一个这个接口 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接口呢 来存取这RedactSet里头的内容 啊 那这个函数调用的Lint的 啊 ESEQCurie 要求Lint进行的查询 所以这个是 啊 啊 对Lint查询的 一个Lint的函数 啊 那这个函数呢 啊 是 啊 Lint的 那要包装在DataProvider里头 那这是合理的 啊 这是美好的 OK 所以呢 Lint进行数据库的查询 Lint会传回一个RedactSet的对象 啊 让应用程序可以浏览 所查询的个比数据 那这Curie的函数里头呢 他就会去创建一个Lint Cursor 让他 啊 指向这个RedactSet 就是 啊 在刚刚的位置 啊 刚刚的位置 我们再回头看一下 啊 回头看一下 啊 就是 啊 他要 啊 啊 啊 从这位 DataProvider 那么要来 另一个这个Lint Cursor 啊 另一个Lint Cursor 然后把它传回去 OK 好 那我们就继续咯 啊 所以创建一个Lint Cursor的对象 然后呢 他就指向这个RedactSet 有没有 他就可以来 啊 让Client 透过Lint Cursor 来把这个 查询到的数据库 的数据呢 啊 把它传给 啊 DisplayActivity 它再把它秀在UI上 是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所以呢 在Lint Cursor的 在Lint Cursor的配 组件配 配上Connect Provider 啊 就是让Lint呢 啊 成为Android的一个 啊 正宗的成员 在Android的体系里头呢 啊 Lint Cursor的身份地位 呼吸过来的是一样的 所以我刚刚 把这个换掉 换成Lint Cursor 所以呢 简单而言 基于Android的Iterator模式呢 就是我们在这个 Iterator模式呢 依循这样子 我们增添的Lint Cursor 这个应用类 那Lint的数据库的复杂性 和独立性 都被包含在这个 Lint Cursor的应用类里头 啊 所以呢 外人看不出来 那藉由Android 已经定义的通用性接口 叫Cursor 来呈现简单的C 然后呢 搭配 这个Connect Provider 类像类 让这一个Connect呢 能够轻易的 跟Lint的数据库 沟通 又能包含 Lint跟数据库的独特性 以及它的变化 因此呢 丰富了Android的框架的内涵 这里的意思就是说 啊 当Connect呢 类别呢 可以轻易的 来跟Lint 来做数据库沟通 啊 那这时候又包容了 啊 这个Dobain 这是在谈这个 啊 Cursor的用途 就Cursor呢 能够让 啊 啊 那我们呢 能够包容 这一个Lint Ciclite的 啊 不一样 也就是它独特性 也就是它的Dobain 有没有 啊 就它们 两个换来换去换来换去 啊 但是 所有的Client 都针对这个接口 因此呢 丰富了Android 框架的内涵 又创造了无视 这段路软件 因为不影响到既有的软件 那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让 啊 这个 呈现起后咯 让过去 所投资的 人力呢 能够不断的 被复用 OK 好 那我就 在这个课程上面 就讲到这里 那这边呢 我也做一个小小的管理 广告 就是说我有一个 这一个一百小时的 课程呢 是专门谈的是 啊 这Android的 啊 从程序员到架构师之路 啊 的 了解这个完整的知识体系 OK 好 那这个部分呢 啊 里头还包括18小时的 一个 啊 我高老师的一种架构师的策略思考 啊 那么以跨平台为例子 那有兴趣呢 欢迎你去online课程 啊 试听 那online课程呢 如果你找不到 你可以啊 透过我的网页 啊 然后 显接上去 OK 谢谢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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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